上回书说到黄恩浩回到长安 把霍光写的文书 承交给皇上 皇上看完之后 心中非常高兴 没想到 皇上竟然说出这些话来 黄恩浩 让霍奇兵 在郎吉许山封膳 等他 班师回来之后 再跟朕上泰山 黄恩浩是大吃一惊啊 霍光的目的 在郎吉许山封膳 就是希望皇上 再别上泰山了 没想到皇上还要等 大军班师回朝 再上泰山 但是黄恩浩 张了半天嘴 他不知道怎么劝皇上 哎呀 黄恩浩叫着自己的名字 黄恩浩黄恩浩 你怎么就知道打仗 就知道忠心耿耿 你怎么就不会 跟霍光一样 用话去劝说皇上 没办法 黄恩浩身为一个小小的战将 只能听着 只能听着吧 皇上 辛苦的阻击蝉鱼身拂重伤 九死一生 霍将军让臣把他送到长安 正在外边等候见驾 武帝 武帝一听急了 怎么 辛苦的受伤了 快 抬上来 让朕看看 皇上的口纸传下来了 几个当兵的就把辛苦的抬到殿上 辛苦的是昏昏沉沉 五弟赶紧过来了 辛苦的 你快醒醒啊 朕才叫你啊 辛苦的听见皇上说话了 慢慢睁开了眼睛 皇上 下边的话还没说呢 辛苦的又昏过去了 辛苦的 辛苦的 五弟一边叫着辛苦的 伸手 揭开他的伤口 一看哪 伤口 依然腐烂了 怎么成了这个样子 快传太医 冯子杜赶紧撒腿叫跑 急忙去传猴纸 一会儿的功夫太医来了 这时候 五弟望后倒退了好几步 看着辛苦的 溃烂的伤口 轻轻的叫着辛苦的 你走的时候还是个欢棒乱跳的小伙子 这是匈奴啊 万恶的匈奴 五弟说了一句万恶的匈奴 就走到了黄恩昊的面前 黄恩昊 你起来 你马上给我回去 你告诉我 霍启明 让他在郎居许山 风扇之后 一定把匈奴 一只鞋给我捉到 斩草出根 不留后患 朕从今天起 就给卫长公主办嫁出 等他大功告歇回来 迎娶长公主 辛苦的同时娶罗夫 他们四个人 一块儿成亲 臣 宗旨 皇上的话 可就是惊口欲言 黄恩昊这时候毫无办法 马上骑着快马 回到了郎居许山 就在这时候 魏清跟东方硕 已然率领大队骑兵 来到了郎居许山下 要跟霍骑兵一起 风扇告公 魏清看着这座山 就跟东方硕说 大哥呀 你看看 这些士兵 这些年来 疲于奔命 太辛苦了 是啊 这回我们 是避其功于一役 让他们回家 去其生字吧 我是怕去兵这小子 没捉到匈奴蝉鱼 他不死心呢 不怕 霍光让他封扇 这可是个绝好的主意 绝好的主意 大哥 封扇还是好主意吗 魏清贤弟呀 霍光这一封扇 要往大了说呢 可以代替皇上兴师动众 封扇泰山 你要是望小了看呢 可以让霍取病相信 讨伐匈奴 到了封山告天 乐实即威的时候 也就是说 大功已然告成了 哦 魏清明白了 好一个小小的霍光啊 他能想得这么远 真是难得呀 魏清贤弟呀 我告诉你 你别小看了 这个小小的霍光 将来你和我 都不是他的对手 什么 大哥 我还好说 难道说 连你都不是霍光的对手 是啊 清除于懒 而胜于懒 先帝呀 别说你看不出来 恐怕连皇上 也未必看得出来呀 哎呀 魏清摇了摇头 觉得东方说的话 真是不可思议 这时候 霍取病带领亲兵 亲自来迎接 魏清跟东方说 陪着他们 来到了风扇台 这个风扇台 就在苍凉雄浑的 狼居续山上 这儿有一块 无血的石峰 上边有不少平坦的地方 排满了汉军的队伍 在这山峰之上 有一块巨石 石头上盖了一块黄布 等魏清跟东方说 获取病 走上来之后 整个汉军是鸦雀无声 一动也不动 东方说一看 几十元鼓手 就站在战鼓的后边 准备勒鼓 获取病 抱群拱手 干爹呀 就请您 住持风扇仪式吧 好吧 东方说 迈不往前走 用手一举 风扇开始吧 这时会儿 一个巨大的牛头 就被抬上来了 东方说 为清霍取病 三个人走过去 鼓声大起 东方说 以司仪的身份 就先登到坛上 他一挥手 这边是大将军 魏清 这边是大司马 霍取病 两个人就走到 这个黄布的面前 一个人捏起 黄布的一脚 就揭开了 这块大石 就展现在 所有汉军将士的面前 大家一看 石头上刻着四行 一共是二十四个大字 大汉元寿五年 汉大将军魏清 大司马获取病 剿灭匈奴 于此 大家齐声高呼 成功了 紧跟着鼓声大奏 这声音就震动了天地 东方说 往前迈了一步 两只手双双举起 然后一抱拳 对着狼居续山 深深的做了一个衣 苍天哪 我大喊正义之师 自圆光二连起兵 讨伐匈奴 至今整整一时七载了 两兵相交 天昏地暗 国库江枯 黎民蒙难 今日性能击垮匈奴 从此 草原安宁 大和平静 耕者乐齐田 木者乐齐园 只愿永世西兵 与民休息 天下共享上天之德 万民与天子共创伟业 兴慎至哉 特此方善 大功告成了 将士欢呼 鼓声在起 魏清也往前迈了一步 高高举起双手 对着狼居续山 深深做了一个衣 苍天哪 我魏清自圆光六年 奉皇上之命 讨伐匈奴 十三年来 沙场征战 将士效命 汉军死者 几近失望 匈奴被杀被罗者 多达三十多万 恳请上天 恳请上天 饶恕臣的罪孽 从今以后 我魏清愿 住见为离 耕中为生 竟是天地 竟是天地 辽子 残生 说到这儿 魏清大将军 已然是 涕泪 四流了 鼓声 鼓声起来了 战士们听了魏大将军的话 泪水是夺旷而处 这泪水 能够汇成一条河流 这河水流到河处 就会把哀声带到河处 年纪轻轻的霍区病 根本不理解 舅舅魏清此时的心情 他往前迈了一步 这一步 可以看得出来 他的步伐是十分坚定的 他双手一抱拳 眼望苍天 苍天哪 我霍区病自十四岁起 随大将军出征匈奴 如今时有三载了 区病在草原沙漠 纵横十亿万里 攻城七十 拔宅六千 斩杀匈奴大将一百二十四元 斩获匈奴士兵十余万人 即日能将匈奴老巢覆灭 是乃上天之意 匈奴已灭 臣时有加 微臣获去病此生 上对皇上无悔 下对士兵无怨 只愿匈奴从此销声灭迹 我与公主 共享人间太平 鼓声要起来了 战士齐声欢呼 东方硕跟魏青两个人 互相对看了一眼 听了霍区病的话 两个人脸上 露出了满意的神情 可是霍匈奴根本没看 干爹跟舅舅脸上的表情 他的脑子里 突然间传来公主的歌声 是啊 这是公主 期待我回归长安的歌声 我呀 我太幸福了 我霍匈奴 是一个懂得人生真谛的人 就在这时候 突然间山下马他 乱临声音所响 时间不大 霍光陪着黄恩浩 来到了霍匈奴 魏青和东方说的面前 霍匈奴赶紧过去 拉着黄恩浩的手 恩浩 你回来了 辛苦得怎么样 皇上怎么说 起走大司马 皇上明太医 亲自给辛苦得聊生 那封扇之事呢 大司马 皇上说了 霍将军封扇于狼居许山 既和天意 也是皇上之意 皇上还说 等到匈奴被斩尽杀绝 他要亲自到泰山封扇 警告上苍 什么 就这一句话 东方说 魏青跟霍光 全都瞪大的眼睛 看着黄恩浩 黄恩浩 两手一张 东方大人 大将军 皇上确实是这么说的 霍匈奴这时会儿 只记住了黄恩浩说的皇上的一句话 他就问 恩浩 你说什么 皇上要把匈奴斩尽杀绝吗 是啊 皇上让我告诉霍大司马 务必把匈奴一只鞋捉到 务必将匈奴斩草除根 不留后患 霍匈奴也是大吃一惊啊 皇上还说了些什么 大司马 皇上说了 他从末将离开长安的那天起 马上给魏长公主办嫁妆 等霍大将军回去迎娶魏长公主 辛苦的同时迎娶罗夫 你们四个一块拜堂成亲 霍匈奴听了黄恩浩的话 感激的 涕泪横流 东方说一听 也是热泪盈眶啊 霍匈奴冲着长安 扑通一声跪下了 皇上 臣愧对您的知欲之恩 匈奴缠语 还在逃亡之中 臣并没有把匈奴彻底剿灭呀 霍光可急了 往前走了一步 抓住了黄恩浩 黄恩浩 你说 这是皇上的原话吗 我黄恩浩有几个胆子 甘家传圣旨啊 末将所说的句句事实 没掺一个字啊 霍匈奴用手擦了一下眼睛 然后蹭了一下 纵身就跳到了大石之上 将士们 皇上有令 务必捉住一只鞋 务必把匈奴斩草除根 不留后患 你们立刻整齐人马 跟随本将军剿灭匈奴残部 务必捉住一只鞋 卫青一下就扑过来了 妈 骑兵啊 你要知道大军连年征战 这一次 到几千里外偷袭敌超 依然是大获全胜了 皇上身在长安 不知道军中的实情 茫茫草原 浩浩沙漠 要去寻找几千名残敌 这等于是大海漏针啊 骑兵啊 你看 现在我汉军人人似规 先回长安吧 此地可以留下守兵 一旦有了匈奴的消息 你再发兵前来 岂不是更好吗 霍骑兵并不听啊 把头一甩 叫叫 不行啊 匈奴不灭 我无法回长安 皇上的话 您听清楚了吗 叫叫 大将军 你率兵马回归长安吧 我一定把匈奴斩草除根之后 才能无愧面对皇上 才能有一颗赤诚宁静的心 去面对公主 东方说 走到霍骑兵的身边 骑兵啊 你对皇上已经是问心无愧了 听大将军的 先回长安 匈奴残暴 留下两万人 由一个偏将率领征讨 也就醒了 皇安好听到这儿 立刻走到魏清的面前 大将军 大司马 我愿意留在此地 剿密匈奴 霍骑兵他根本不听 不行 匈奴不灭 我心不宁 我一定要亲自捉到一只鞋 亲手把他送进地狱 魏清撑的一下 也跳到巨石之上 骑兵 我是大司马金大将军 全体将士得听我的命令 然后他面对所有的汉军 现在本大将军传令 除黄安好留此搜缴残笛之外 其余将士一律班师回朝 为令者上 所有的将士听到这个命令 人人欢呼啊 这时候霍骑兵 嘴唇都发抖了 好 好啊 舅舅 你是大司马还兼大将军 行啊 你管得了所有的兵啊 但是你管不了我霍骑兵的三千羽灵军呢 他们听皇上的 听我霍骑兵的 羽灵军的将士们 你们还记得我霍骑兵的考令吗 三千羽灵军齐声高呼 不如狐血燕得狐子 哈哈哈哈 不如狐血燕得狐子 霍骑兵这一喊 霍骑兵这一笑 惊得东方硕跟魏青心里都是发颤 他们还来不及反应呢 这时候霍骑兵大手一挥 你们随着我 进进沙坡 伸出虎穴 把一只鞋 这只快断了气的老虎 给我捉回来 然后他撑着一下 跳峡巨石 腾腾腾跑到自己的战马旁边 露丝将任等帮肝上吧 把长剑望出一出 高高一举 上 不如狐血 咽得狐子 三千羽灵军纷纷上吧 哎呀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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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呀 跟着霍骑兵就冲下山群 这一下东方硕 魏青 公孙敖 霍光可急坏了 再喊 也喊不回来了 魏青就跟东方硕说 大哥 你赶紧带着兵回去吧 我留在这 你赶紧回去 你不是边关大将 你要知道 朝廷一时一刻也离不开你 再说 辛苦的伤势那么重 你也应该回去看看吧 我去追赶获取病 我把他叫回来 魏青贤弟 不行 我留下去找屈病 屈病虽然说是你的外甥 可是他也是我的干儿子呀 你也知道 我对待屈病比对待辛苦子还亲呢 何况辛苦子 已有皇上看管 肯定是万无一事 可屈病 他要有个三长两短的 我们如何向皇上交代呀 兄长啊 要不然你在这儿替我坚守大营 我把气面给拽回来 行了 贤弟别争了 你看看 军中这么多将士 盼望着回乡 他们归心似箭 这样吧 让公孙敖跟李玲 二位将军率领大队人马 展示班师回朝 你呢 带着一支部队 在这儿坐镇接应 我跟霍光前进寻找去命 这 兄长 我怎么能让你去呢 可是霍光点的点头 他认为东方说这么办 确实不错 三方都不误 大将军 东方大人如此安排 是最妥当不过了 公孙将军 李先带着大兵回归长安 回到长安 把这儿的情况 如实地向皇后娘令 公孙和大人都说清楚了 让他们劝去皇上吧 好吧 公孙敖点了点头 东方大人 大将军 我明白了 我一定会想办法 魏清此时心乱如马呀 好 那咱们就行动吧 霍区兵带着三千羽灵军走了 能不能活捉一只鞋 下回再说 了吗 瞧 2 鞋